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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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法的作为领导慈悲 作为道友慈悲 今天邀我来跟大家解个法缘 在佛的教导是诸法因缘神 无缘不绝 那么就是也有这么个因缘吧 跟大家解个法缘 佛教导我们 第一个 要印什么的人生 先把人做好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人道 因为你做好了人 那你可以换跑道 换跑道就这么印入佛道吧 就像我们刚才我来的时候坐骑车看 这个道你行不通 像晒车 你换一个跑道就好了 你换一个跑道就好了 我们在人道当中 没有很多的障碍困难 就很多灾害吧 我们想换一个跑道 那么想换个跑道呢 就开始信佛 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得有因缘 等你有这个因缘了 想对于这个 在人道当中 在人生当中 所经历的很多困难 障碍 痛苦 想超脱 把这个路上抬车 那你别在这个路上走了 你换个跑道 但是呢 你正在中间 前头车堵着 后头车堵着 退也退不了 进也进不去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就像我们做人的时候 在人道当中 有很多灾难 不由你去选择的 你选择也没办法 那你就处理吧 人此才信佛 学佛 这是一种 有些个前世因缘 什么多生的因缘 那么今生呢 它的因缘不同 它遇见了 是遇见了 善缘 遇到佛们的缘 所以我跟大家说 祝法因缘生就是这样 刚才 刚才我们跟几个导游在那谈 人 华泛 华泛 大学 不是佛教 也不是佛教大学 是社会上一般的大学一样的 但是华泛有个佛学院 那不同了 那就属于佛教 为什么人家一提到华泛 好像跟佛教很有关系呢 有个创办人 小云法俗 他是个出家人 因此他创办 就成了这个华泛大学啊 成了个佛教学院一样的 实际上不是的 那么 华泛大学很多的同学 就很多不是佛教啊 我们也不能要求人家信佛啊 对他自己发行 愿意信才行 但是华泛大学的佛学院 那纯粹是学佛的啊 因为小云法师他发行 办这个大学的 他也没要求 反而考读 华泛的 现在信佛才能考读 没这个要求 因此 信佛 学佛 个人的意愿 也得有这个缘 没这个缘是不成的 例如说跟和尚接近 一定得信佛吗 不见的 我接触很多人并不信佛 而且他跟我辩论 辩论就是互相讨论的意思 为什么 要学佛 我跟大家讲 我跟这些人讲 因为他不理解 什么叫佛法 因为在印度原文说佛陀也 翻不中国话 你觉悟明白 这叫佛 但是得必须说全了 佛陀也 才能翻成了觉悟 才能翻成明白 就是觉明 那你挂一个佛 半句话 翻不出来 那么就把它全文 当成觉悟明白 就这样翻的 那么 佛所说的方法 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说你要达到觉悟 达到明白 那你得学啊 学觉悟明白的方法 这就叫佛法 那么很多的错误理解 佛教是迷信 难道学明白 学觉悟是迷信吗 所以因此 要明白 佛法 就是觉悟 觉悟的明白 方法 那么要觉悟什么呢 那世间事 很多的觉悟不到的 明白不了 任何事物 你都要明白 很简单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 穷的 富的 有些人 能读到大学 有知识 高级知识分子 那那科学家 文学家 艺术家 都学来的 是不是人人都能学得到呢 人人人都有这个知识 可以学得到 那你没学就学不到 人人都可以成佛 就刚才我讲的 觉悟明白 人人都有佛性 佛说的啊 你本来就记住佛性 但是你被贪 称 这些障碍把你障住了 你不明白了 不明白了你就是众生 你说不是佛了 因为你知道佛就是觉悟明白者 他所说的话 所教识我们的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这个世界人事 不久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了 我在美国看了一个这个 人类失踪之谜一本书 大概是这里头有一百多件 我去举一两件吧 有时候我常给大家提示的 1943年 美国一起战舰 在菲律宾外海 被日本呢 全天给打乘了 打乘了 掏出七个水兵 这是1943年 但1999年 大概是八月份吧 那菲律宾的沿海巡洋艇啊 发现 有美国七个水兵求救 那个菲律宾这个庭长就把他们救上来了 救上来就问他们 说这我们的海域里头啊 没有美国兵舰哪 你从哪里来的啊 美国七个决舰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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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个水兵杰舰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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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时候,从牛腰飞出一架飞机,飞佛罗里达。 这个飞机上坐着一对佛罗里达的夫妇。 那他先生呢,进后头洗手场,去洗手。 飞机快到佛罗里达,还没出来。 那他夫人就慌了,请空中小姐你打开看一看。 怎么我先生进去,到现在还没出来。 打开后场,没有,没人。 高空啊,这个人到哪里去了? 能明白吗? 这现在的事儿啊。 这两件事,我举,这剩一百多件啊。 也有加拿大的,也有美国的好多事情,很多。 就是人类失踪之谜。 就是我们现在的事儿,这些事儿不说,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很多很多。 我到台湾来,这一次来,到今天才见着太阳。 台北,就一直在阴晴当中,天天下雨。 那么今天呢,当中大家的福德智慧,那么天都出了太阳。 你看,太阳很大。 刮风下雨,现在科学家,可以,能够与科学议器知道。 但是我们人类生病,他能知道吗? 或者找医院检查,说一线就知道了,你要生病。 人的死亡,寿命长短,能知道吗? 还有,为什么人有穷的?有富有的? 很年轻就死了。像我这个年龄,现在94岁了,还不死呢。 你能知道吗?贫、富、受、有。 你能给他断定了吗?你能知道吗? 谁也断定不了。为什么? 人类你所做的,你自己做的,来断定你自己的寿命长短。 你自己做的事情,来断定你贫富受药。都是自己做的。 因为啊,我们只能看见现在,不能看到过去。 你也看不到未来。没这个智慧。 这么佛教讲,就学这种智慧。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平等。 为什么?贫富、受药。不平等啊,应该都一样。 因为他做的不疼。个人做的业不疼。 你自己做的业,自己受。平等吧? 他们经常说话,自作、自受。不羡慕别人。 他是他做的,你是你做的。 这个学习,像什么学习呢? 这你得像佛陀学习。 佛给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就是他是明白了。 就觉悟了。彻底觉悟的人。 那么学他的方法,没有能够觉悟。 没有知道。知道什么呢? 刚才我讲那个人类失踪之谜。 就是世界跟空间混合到一起了。 没有世界,没有空间。 所以呢,科学家,大概有两百多位科学家吧。 就研究人类失踪之谜。 他们最后的结论,进入时空水道。 那在我们佛教讲呢? 当然不是这样讲,说因果报应。 佛教一直是讲因果。 就是你自己造的因,解的果,那你就自己受。 不要羡慕别人。 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反正你做好事,得好报。 这是世间长说的。 你做坏事,就坏报。 说善有善报,那有那报。 没报。 没报,没报时会儿没到。 到时会儿就报了。 前生做的,前生没有报,今生报了。 过去在我们佛教有几句话。 我说,夫妻,两夫妇是缘分。 有乐缘,有善缘。 没有缘聚不到一起。 现在的缘很短。 离婚难家很多。 为什么呢? 没有那个缘。 没有那个缘。 儿女是你欠人家的。 人家欠你的。 儿女是在。 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 例如这些事儿啊。 在佛教故事里头。 特别地藏菩萨圣德大观。 有这么一本书啊。 努亦大司寄。 那个努亦大司跟那个洪一法司 寄属历代主司所寄的。 他就寄的圣德大观。 就说这些个因果报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感应吧。 感应。 说你自己做什么,你就受什么。 就平等吧。 佛将是讲因果的。 但是你说佛了,第一个能进入的, 你也能相信的,就讲因果报应。 不报应的含义,就是让你看一些事物,平等平等。 因此呢,你多做好事,别做坏事。 教育人,每个人。 说信佛。 信佛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困难啊。 佛法是能给你解决困难。 但是不是现在。 所以我现在就求解决困难。 能做到不能做到呢? 也能做到。 但是你得付出。 没有付出啊,没得,好果不会来的了。 人家看见某那和尚。 第一个,是说,他不伤害众伤。 别人就不伤害他了。 这个大家懂吗? 你不伤害别人,别人不会伤害你。 那是出生。 出生会变人。 人也会变出生。 六道轮回。 轮是转转的意思。 转转是什么? 今生你吃他,再来生他就吃你。 一样的。 。 因此,佛教第一个就讲的。 相信因果。 再把它说清楚一点。 明白吗?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当你宇宙处折了。 宇宙不悦不如一事了。 你回光返照一下。 看看你今生做些什么。 检查一下。 说我今生没错呀,没做好事。 那检查检查前生。 你现在所受的,是你前生所做的。 你现在所做的,是你未来所受的。 绝对不会错的。 这是佛说的。 那么怎么撤压他呢? 。 有些人一学,学那个,他学什么? 会什么? 一学就会。 会而能经。 他得到这个世界好处了。 你学了好多年,不会。 有些孩子读书读不进去。 过去他很少读书,他没有这个。 有人做善事做不进去。 我的前生没有这个因缘。 你有什么因,戒什么果。 我想这个大家都相信吗? 你种的是稻米,想戒黄豆,办得到吗? 黄豆才能戒黄豆。 种稻子就戒稻子。 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 这个你空一看,每个人,每个行为,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有些人一生创业,做不成。 有些人他能做得成。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个因。 有这个因。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想求富贵,或者想求长寿,或者想求家庭和美,想求一些灾害,没有。 有个事情大家可以政治了解。 凡是灾害灾祸,大灾大难的时候,你看看信佛地主有好多。 。 因为我跟台湾以前,从90年我跟红绝法什么两样,每年大概都到台湾转一转。 我最近五年没有了,最近我带那个五十三小花就没来了。 我台湾信佛的地主多,本来看见发生灾难的没有。 但是经常发生台湾。 台湾发生,迷石流啊,有些灾祸啊。 你们去调查调查,看看信佛的弟子有好多。 没有,甚至于很少很少。 每一次,我虽然人带大陆带五台山啊,出来这个水灾了,你是有灾祸啊。 我都打电话给我弟子问一下,我三宝弟子多不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使这个灾坏三宝弟子没有, 那就说我们的佛法渐渐能行上。 如果有佛的弟子,佛法就不行。 信佛的,他受那个难。 但是有个问题啊,有个什么问题呢? 真信假信。 现在我们的四宗弟子,彼秀彼秀尼,幼佛萨幼佛义。 如果是真信,信而去行。 信了不行。 第一步,得还要去做呀。 说到信了,我们要解释,解释到信啊。 人家信。 什么要说是真信佛的? 什么假信佛的? 假信佛我们叫他假善人。 表面上做的是善事。 心里头可不是善事。 这一时你看不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就看得出来了。 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 汉朝的王莽。 王莽学周朝的周公。 周公但啊,辅助他指辅助皇帝啊。 进行周一。 而是王莽学周公, 学得很像。 学得很像,跟周公一样。 但是后来他篡位。 我说古来有这首诗吧。 周公吐沃勤劳日, 王莽千功下四十。 假使当年神变所, 一生真为有谁之啊。 这就给假善人写照。 对。 看俩人做的都相像。 到最后结果不一样。 说有很多人, 标榜是善人, 心地并不善。 佛教是讲, 从你心地而起。 因此就说我们信佛。 真信假信。 有条件的呀。 不是我们自己说说就算了的。 真正信三宝, 相信。 但是, 首先从你自己起。 对。 我们经常说, 问道友, 有信心没有? 我们把这个问题, 问话, 心里想解释错了。 说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信不。 不是向外, 是向内。 相信不知心什么呢? 是佛。 有信心没有? 说你相信不相信。 你自己信是佛。 这个得学大乘教义的。 说佛性。 说人人都有佛性, 不但人。 乃至一个蚂蚁, 一个蚊蚁, 苍蚁, 都有佛性。 但是堕落了, 迷了。 但是你信佛之后, 先让你信你自己的心。 信。 是信是佛。 是信能够成佛。 不是向外求。 大方光, 佛方安静, 向你自己信求。 这个道理, 比较了在我们佛教讲的深一点。 说一切, 佛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佛。 信不信。 第一个, 得建立这么一个信心。 第二个, 考验。 有信心没有? 你绝对思想不对。 不合乎佛所教导, 不合佛所要求。 你赶快守护来。 觉知前面启乐, 觉得念头不对了。 马上止住。 后念绝不相绝。 觉知前面启乐, 能指后念不启者, 是在有信心。 有了信心, 你有什么表现呢? 在环境, 在初识新品当中。 你自己能够知道自己, 也能指导世界。 如果信位的菩萨, 了了圣数。 有信就能了圣数。 这个道理, 不过是, 一般的说起来很神。 一般的母性佛, 说向外信, 信外头的佛法身, 引发你自信的佛法身。 但究竟讲起来呢, 是相信自己心, 跟佛无二无别。 一个是自立, 一个是立他。 我们这里头有些佛弟子啊, 为什么在心经, 就观自在。 为什么在法和经, 就观自因。 什么道理? 一般的有的人, 他不明白。 观自在是心经, 心经叫观自在, 是自修, 自己观照的功夫。 法和经说观神菩萨, 是逗别人, 听见思见音声, 就去度他, 救他, 那是立他。 心经般若分的, 般若部分的心经是自立。 自立就是自修。 当你自修的时候, 是用观照功夫。 惯呢, 不是向外啊, 向内。 向内就关照你自心。 你能照见五蕴皆空。 人这个幼体, 就是在心而法。 受想行识, 心法。 这个幼体呢, 是色法, 有形有相的啊, 心是无相无相的。 这来照见五蕴皆空, 是自己修道。 对。 所以心经就是修行的方法。 你自己就修吧, 修你这个心。 你这个心是种子, 是因。 修成了, 假外缘著成就是国。 那就成道了。 成了道了, 后利于人。 所以, 你要想入佛门, 第一个建立信息。 相信自己。 相信佛所说的法。 或者相信一些纵臣。 就相信一些纵臣。 不止人类, 六道众生都有了。 相信他们什么呢? 都是佛。 这个很难。 大家如果读过法画经的, 看过长布清菩萨品, 他是观一切众生都是佛。 因为他有佛心, 都能成佛。 如果你生起这么一个信心, 你已经啊, 入道了。 那你看一些纵臣都是佛。 你不会去拜迷象去了, 去拜人去了。 你就是不拜, 也尊敬每一个人。 把每一个人看成这未来祝福。 你还能敢伤害他吗? 还能动他起坏念头吗? 尊重别人。 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 尊重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道理啊, 比较是很深。 当然我们一般呢, 还是从信心上做起啊。 有真正的信, 不是虚假的信。 有些人做好事, 做慈善事业, 是为了明。 或者是, 这里都夹着为力。 离不开明里啊。 如果真正做慈善事业的, 不要去贪恋这些个。 心里去做。 念, 念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念佛经? 给别人祈求。 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道理呢, 一般的很难做得到。 很难做到。 就是先为自己, 而后为别人。 和大菩萨发心, 先度别人, 然后再谈到自己。 这个比较的难。 但是, 越难的, 成就越大。 不难的, 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那就不稀奇了。 不稀奇了。 所以, 信佛者多, 信心难建立。 大家可能有问号, 说我们这样子, 我信佛好多年了, 为了佛教实验做了好多。 那是你的信心当中一部分。 成就你的信心。 你如果有信位的人, 入信位的人, 你的信是无论如何灾难, 如何降临, 你自己会免脱的。 能够解决的。 因为什么呢? 因果所做错的事情, 过去做的事情, 可以悔改的呀, 可以把它洗掉的。 就像我们衣服, 你打脏了, 洗一洗就是了, 它不就干净了吗? 说我们过去做错的, 可以忏悔。 忏悔。 就是我们那个心上, 自心上, 有些仰恶, 有些不该想的想, 不该做的做, 你忏悔。 这佛教一个忏悔法门, 就忏悔业障。 因为我们现在, 智慧不开, 有过去的业障原因。 如果你本来, 你什么都明白, 过去, 现在, 未来, 乃瑞祝佛, 跟佛无耳无边。 但是你现在养悟了, 不行了。 一个白的东西, 很清醒的东西, 你养成了很多的脏的, 那个原来的原色不限了。 你把它洗掉呢, 就恢复了。 有学佛的目的, 就是悔改过去, 发展未来。 你可以对你的未来, 能够自己, 行菩萨大。 大家都说发心, 发心很不容易。 不是这么简单单单的, 说我信佛了, 就是发了心了。 他有条件了呀。 什么条件呢? 说具足信心的人, 他要离世界。 他看世界呢, 不论财富或男女关系, 任何事情, 他不去贪赖。 不但自己不贪赖, 让一切众生都不贪赖。 怕给人家说, 讲, 让人众生都相信, 我来不贪赖。 自己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是苦的, 要离世界苦。 这是发了心了。 我来, 自己发心不够, 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这叫大悲心了。 在, 愿离世界, 发大悲心得有智慧, 叫般若心。 般若就是智慧, 但是佛经常不把它翻, 用般若的含义, 跟我们这个所说的智慧啊, 有时候, 所说的智慧就是世间聪明。 也叫有智慧, 般若不是。 般若的智慧, 就是能够看一些诸法, 空。 般若是空意。 经常我们说, 顿入空门, 佛教是空的, 不是我们讲那个空啊, 它是空而不空啊。 就在我们这上很多人, 没有人像, 没有我像, 没有自像, 没有他像, 无一切像。 所以在像上, 不起执着, 没有什么好啊, 丑啊, 长啊, 短啊, 黑啊, 白啊, 没有这些像, 这是假像。 它可以变化的。 说这样是空。 不坏一切像, 而建立空意, 这叫入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叫亡空。 那空不是佛教讲那空的意思。 说顿入空门。 但是下一句呢, 和尚能够过啊, 跟在家差不多啊。 懂得了吗? 他也要吃饭了。 明白这个含义了, 就知道佛所讲的空, 不是母所理解那个空, 是让你把一些烦恼都空掉了。 把你的心, 住在那个无助上。 那母的心呢, 是攀缘, 攀这个, 攀那个, 或者想的太多了。 所以在《金刚经》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多道友读过经经。 西佛提问佛, 人和住心。 人和降伏其心。 说我这个心呢, 它定不下来, 住不下来。 怎么样使它住得住? 怎么样使它降伏得住? 完了, 结合观自在菩萨修行里, 你照见五蕴皆空, 心就住在这个五蕴皆空上。 才能够渡一切苦。 这就是, 赶紧到修行当中, 的过程当中, 你要观一切住法。 没有真实的。 所以, 像做梦一样。 像幻画, 演变一些法的一样。 像影子一样, 入梦幻泡影。 像找些露水一样。 像咱们打个电光, 电闪一关, 电门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种空, 那你栽一开, 它又来了。 就这样的意思。 懂得这个意思, 直到我们心了, 所想象的, 所缘的, 全是因缘法。 回到我们最初跟大家讲, 诸法因缘生。 没有缘是不生的, 缘生诸法。 但是缘生得有因呢? 什么因呢? 人人都有心体, 人人都记住自信。 性是空的, 缘体是有的, 性空缘体。 一切缘体法, 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它是幻灭的, 说缘体性空, 它体是不变的。 这是佛教的最深道理。 但是你佛教经验说起来, 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法门, 经验那么多, 你用四个做。 懂得它, 性空缘体。 缘体入法都是性空的。 这就是你学佛在你的过程当中, 但是你用性空观想, 你能够消灭一些障碍。 空是无障碍的, 你能消灭一些障碍。 但是这些障碍呢, 你懂得它是因缘生的。 因缘生的不是真实的, 它可以撞化的。 我要知道, 体是不变的, 外头形象是变的, 就像我的人, 每一个人一个像。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美的? 这有美的吗? 没有。 哪个丑的? 有人问我, 问我这样啊, 我就问他, 我说, 你耐的那个男人, 那是最美的。 我说, 你耐的那个女人, 那是最美的。 你耐哪个, 哪个是最美的。 懂得这个含义吧? 世间一切像, 当你所耐所求的, 你敢叫做, 它是最美好的。 因此, 佛所教导我们, 佛所说的法, 每一句话, 说让你去做, 那个语言, 启发你, 开智慧, 使你明白, 使你印识时间, 等你真正印识时间了, 你才体会到, 佛是无上的最高智慧者。 你再回来, 你跟佛无二无别, 说你的心, 你那个法性的心, 跟佛所成就的道, 一样的, 无二无别。 现在, 因为你有些个贪嗔词慢意, 身边借尽邪, 这实验啊, 是你烦恼, 你把这实验都去了, 恢复, 跟佛无二无别。 那祝大家都称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